现在马上为您视讯连线小红老师 小红老师你好 大家好 小红老师你在今天早上召开的记者会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呢 我是因为看到了蛮多女生发言的 然后是因为有第一个关于 NONO的第一个女生发言之后 她是因为不承认的 所以我才会想说要呼应她来证实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NONO否认了之后 你愤而自己出来开记者会 所以你指控了她包括她跟其他女生的情况 以及自己的情况 可不可以先谈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我自己的情况就是因为 之前是因为上节目认识的 上节目认识之后 然后因为我中途有发现 发生过一件事就是 别的男生经纪人 就是有对我性侵畏税的事情 然后最后 NONO也是有帮我处理到这件事 所以我对她是非常信任的一个大格 然后后来 这件事隔不久之后 然后她又 她有给我出去 所以离死我当来 我以为我们就是朋友关系 然后所以我才会对她是非常信任的 就没想到之后上车之后就 像你们知道的那样就对 很一般女生很容易就猫手猫脚这样 所以我也有闪躲 那之后她就说 因为我是南部人嘛 那她想说带我去公园逛逛这样 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公园 下车之后 她也是就是对我 做出一些比较没有礼貌的事情 那个没有礼貌的行为有严重到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大概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吗 就是 譬如说她 她就是因为她很重嘛 然后就是一把就是这样子强抱住你之后 然后又摸你的胸部 摸你的屁股 摸你的腿这样 好那你拒绝她之后 你们还会接触吗 还有往来吗 拒绝她之后 我基本上是没有太理会她 可是她还是很会打电话 就有点夺命连环Call那种感觉 夺命连环Call啊 对她就是会很想要知道你在干嘛什么 可是我都很少再回应她 这之后有一次 呃她打给我还是没有接 结果后来发现说 我没接之后 我电话没响之后 结果我旁边那个女生电话响了 然后上面也是写的 NoNo的名字 你旁边的女生是谁呢 我旁边女生是 那时候我是有在上一些演艺表演课 我旁边的课 所以有其他的受害者是一起上演艺表演课的一些学员咯 我不知道他们有受害 可是就是等于是有点乱枪打鸟的感觉 今天她找不到我 然后我不接她电话之后她就找别人 刚好找到的那一个人刚好在我旁边 好那小黄老师 呃 NoNo对性骚这个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概几年前 大概在13年前左右 那时候NoNo结婚了吗 还没结婚 那那时候跟她现在老婆在交往中吗 呃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他们是什么时候公开关系的 所以也就是说NoNo这些行为她到底老婆知不知道呢 我就是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我不确定她知不知道 好 那刚刚你特别谈到 呃 当时她对你夺命连环扣之后呢 想不到你没有接她电话 隔壁的学员电话响了 那很有可能她真的就像乱枪打鸟一样在找对象 我们不得而知了 但其实你也同步指控NoNo 你说其实受害者不是只有你 你说至少会有20位女性 跟你同样是受害者 甚至有人的情结比你还严重 已经到性侵的地步 你可不可以讲讲 这其他受害女性的情况 那你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受害女性呢 就是我开始 我是前几天在Fest 半夜一点钟吧 发表那篇文章之后 就没想到 就受到超级多的回应 那这些回应 当然会有酸言酸语跟 鼓励加油之外 我意外收到很多女生传来的讯息 之间都有一些LINE的讯息通话 也把他们的亲身经验告诉你 你可不可以讲讲其他其中的 几位女性遇到的情况 像我觉得刚才 那个刚才有一个 知道的情况是 就是我是刚才记者会结束之后 然后就记者会结束之后 反而就好像蛮多女生又觉得 鼓起勇气之后 然后就有传讯息 到我的粉专来 就是他也想要 就是分享他自己遇过的事情 那我刚才就是有听到 几个比较严重一点的 就包含可能他们也是 可能跟nonon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然后之后就是可能出去吃饭之后 结果就有遭遇到 比较严重的身体上的插入这样子 我看到媒体报导说 曾经有受害者 我这是媒体报导 所以我不知道你所了解的讯息 是不是如此 曾经有受害者是在停车场的厕所里 被性侵 也有在车上的 是 就是我收到的讯息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已经不仅只是被性骚了 甚至已经到性侵的地步了 对 就是因为性侵的定义是有进去身体 还是摸摸这些就算 如果以一般严格的定义 就是进入身体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性侵了 那莫莫之中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 但是我想进入身体一定是确定的 所以我看到媒体的报导 我所了解到的据说也有几位受害者 是已经被进入到身体了 对我这边收到的消息是有两位是有进去身体的 好那刚刚最新消息是 Nono说她要退出演艺圈 我不知道她退出演艺圈 是不是就能够让这个风暴平息 但我要问的是 小红老师 在你决定出来开记者会之前 Nono知道这件事吗 她有透过任何人跟你联系 希望把这个事情给戳掉吗 有这种情况吗 没有我们完全没有联络 完全没有联络 好谢谢小红老师 接受我们的第一手视讯连线 小红老师说一开完记者会 之后很多人又开始跟她爆料了 据说小葛你也是嘛 对 你也是这两天不得了一大堆爆料 对 其实这个Nono事件一完之后 我昨天晚上我其实一整天都没有睡 就乱引到现在都没有睡 我爆料突然风有而上 而且那风有而上是让你 没难想象说 这个男星也会这个样子 真的是吓死我了 你是说风有而上都在爆Nono的料 还是爆其他人的料 除了Nono的料也有新的 后来也有其他男星的料 反正你从昨天到现在都很忙就对 都很忙到刚刚的电话都没有停过 后来就是 有些男星让我觉得 连我当狗仔都会意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